这门怎么都锁住了 What 这是让人皮脸吗 还是头骨啊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汤 欢迎来到全新一期的恐怖游戏合集 那么第一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Last Night Last Night是一款简短的独立恐怖游戏 您可以在其中一家快餐店找到一份工作 很快你就会意识到不对劲 前任员工失踪的无影无踪 你开始怀疑了起来 那么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游戏画面 感觉像是在一个类似于这个 是一个闹鬼汉堡店吗 感觉还是不错的样子 那么进入游戏来看一下吧 to get to the place of work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工作的地方 好的 我们现在这边 啊等等 我们现在这边好像看了一些报纸还是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个新闻啊2008年的6月5号 闹鬼汉堡店 讲述了一个失踪的员工 在这个闹鬼汉堡店失踪了 就是自从他去上班之后啊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就是整个这个周围的居民都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了 很奇怪 那所以我现在来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来到院里了 是吧 我走的好慢哦 你看这个小鬼也挺可爱的 什么生音 谁 谁 是我的声音吗 好像是这边啊 哇 哈哈 啊 可爱 什么鬼这是 我们要清理一下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我去披萨 杯子 这什么鬼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哎呦呦呦呦 我一上班来当个清洁工可还行啊 这边还有一些杯子 好的 那么这边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域啊 这边可以做一些汉堡这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这边可以拿些肉 汉堡 胚 然后这个是cheese 我的 外面有这么多东西啊 我怎么丢不进去啊 好的 啊 吓死我了 这老鼠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我人都麻了 OK 好的好的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电箱 好的 我们全部都清理完成了 我们去按一下这个按钮 好的 我们现在只需要在这个窗口 等待这个顾客过来点餐 就好了 非常的easy啊 这边有各种各样的甜甜圈 看上去就感觉挺好吃的样子 这下面还有牛奶啥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袋子 OK 怎么没有人来 哦 人来了 哈喽 好 他好像有订单了 在这边 一个burger 一个是绿色的甜甜圈 一个紫色甜甜圈 好 紫色甜甜圈 然后一个绿色甜甜圈 好 我再去为他制作汉堡 这边好像有肉 我们把肉放在这边 烧一下 然后还有cheese 好 等待这个肉烧完啊 好 烧完了 OK 酷 哎呦 nice 别叫了 别叫了 来来来 你的 拿好拿好拿好 OK 好好好 走好啊 拜拜 怎么说 这个效率还是可以了吧 非常的快啊 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一个汉堡 这样子我的效率就会更快了 但是提前做好的汉堡可能会凉 所以我必须要现做 咱们闹鬼餐厅主打的就是一个现做 你知道吧 有没有人哪 人都没有 搞什么 这电也太冷清了吧 倒闭算了 怪不得员工失踪了 这员工都没脸见人了都 连顾客都没有 他不失踪谁失踪 哎呦 终于来了我的天哪 等了那么久 汉堡 牛奶 粉色的 OK 牛奶 来 给你去做汉堡 别着急 我们的汉堡好像不够了 这个汉堡肉好像不太够了 别叫了别叫了 马上为你制作 好 等待这个汉堡烧完 OK 来了来了来了 您的汉堡拿好 好的 两单顺利完成 Nice 好的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们的汉堡肉就一块了 我们要去这个仓库啊 我们要去拿点汉堡肉过来 不然的话 这个有客人来的汉堡肉不够了 就很难就很难受了 仓库感觉应该在后面的样子 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仓库 还是说在这里 哦 这边是扔垃圾的地方 哦 这里啊 OK Warehouse 哇 人手 还有一个果实簿 这不会就是失踪员工吧 所以我们一直 所以我们用的肉一直是 人肉 我们要拿片肉过去 还有脚 What 我们用的一直是他的肉吗 是不是要拿片肉过去啊 啊 你最后一次露面 是在我失踪的那一天 从那以后 你这个人就茶无音讯了 游戏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啊 好的朋友们 那么这款游戏只能说是一个 非常小的独立游戏 应该是坐着坐着玩玩而已 但是也挺细思极恐的吧 这个闹鬼的汉堡店 竟然是用前员工的肉做的汉堡肉 卖给顾客 算是一个人肉汉堡店了 好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到下一款游戏吧 好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款游戏啊 这款游戏呢 叫做Peter's House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款游戏的介绍吧 进入彼得之家的黑暗和不祥的世界里 在那里你扮演是蒂夫 一个受雇为新主人搬箱子的人 当你探索这所房子时 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对劲 我又是一个打工人 现在变成了一个搬运工了 之前是这个汉堡店的员工 现在变成了一个搬运工了 那么直接进入游戏来看一下吧 好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款游戏了 非要不得说 开始我们的游戏吧 好的那么左边这个搬箱子 应该就是史蒂夫 然后右边的话就是Peter 好的现在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你好我是搬家公司的史蒂夫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嗨史蒂夫我是Peter 今晚我需要你帮我搬几个箱子 好的没有问题 我们绝对可以帮你的 你能多给我一些关于这份工作的详细信息吗 没有问题 我有几个箱子需要搬到我的新家 我今晚不在家所以我们不会上锁 好的我今晚可以过来处理 你能给我你的地址吗 好的我的地址是主街619号 OK没有问题 太棒了我会帮你处理好这一切的 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没有就这些了 非常感谢你史蒂夫先生 不客气Peter 晚上愉快啊 你也是 再次感谢 Well time to move some boxes OK 左键是使用 那卧室在哪呢 卧室格哪呢 没见着啊 在这在这 在这 啊 got to keep moving boxes 好这个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应该在这里对不对 OK 好这个是又是一个bedroom 哦卧室有两个箱子对不对 白痴哦 哈哈 zending room 这箱 哇这么多箱子要搬我 人真的傻了 哦 baby's bedroom 简单 这份工作真的太简单了 我想我很快就可以干完 然后回家 睡个觉 舒舒服服 这个搬箱子的游戏 你还能怎么吓我呢 我真的不理解了 你说这种游戏 你说 你说有什么可吓我的地方呢 不是很懂 真的不是很懂 这个没说放哪 尤其我应该打开它 等会 先放在这 别急 我先把其他箱子搬好 我觉得这箱子有问题 我打开它就不对了 这样子有点 违背 这个我的工作职责 你知道吗 要不打开看看嘛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 打开 哦 有东西在里面 里面有一本日记和结婚戒指 哇 浪漫 好了好了好了 就放在这里吧 我准备可以回家了 到时候走的时候把这箱子带走就好了 对不对 又要打开它 眼镜和一本日记 那先放着吧 这些箱子我应该 到时候要带走 对不对 就那么点事情 干了这么久也口渴了 这个工作做完离开之前呢 我需要喝点水 OK 有把带血的刀 喝点水是吧 那么这边好像有冰箱 我帮你工作喝点水应该没问题吧 他应该不会介意我喝点他的果汁的 OK 好的 诶 这门怎么关住了 这门锁住了 为什么 这门怎么都锁住了 诶 What 这是让人皮脸吗 还是头骨啊 这里原来不是大街吗 怎么就这样了 我的天哪 我搬个箱子而已 你不要搞我 我只是搬点箱子而已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这个样子 彼得之家 是个恐怖窝 灯灭了 我希望我的手机还有电 现在我至少可以看清楚方向了 诶 诶 这柜怎么贴墙上了 招魂啊 感觉在婴儿房是不是 OMG 这怎么有关 爬 爬爬爬 滚开滚开 我去 我进入一个死亡之窝 还行啊 这Peter在害人吗 害我 哇 这个场景真的是牛啊 接个电话 你好 你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他的工作就是搬那些该死的箱子 但是你为什么要打开它 这是 这是 好家伙 搞了半天我是擅自打开了他的箱子 所以他就把我杀掉了 但是我说实话 那个箱子里面呢 从那个戒指到眼镜 再到一把戴死的刀 再到一个面具 我感觉啊 这个Peter是不是把他的未婚妻给杀掉了呢 而且这个游戏里我发现了 他有些房间像这个倒十字架 有点致敬那个什么招魂 哈哈哈哈 好了朋友们总之这是两款比较不错的 小型独立恐怖游戏好吧 那么这就是本期的恐怖游戏合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下个赞 给了个三连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